好了 今天跟大家看一段的经文 请你看约伯记 第十一章 有没有带圣经 有没有带手机 手机里头有没有圣经 如果手机有圣经 把手机举起来 手机举起来 手机举起来 你就把手机举起来 手机举起来 然后把圣经打开来 因为免得你去划圣经 划手机 划别的东西 你先去把圣经打开来 在手机里头的圣经通通打开来 打开来以后把它摇一下 举起来我看一下 举起来我看一下 手机的圣经打开来 OK 好 约伯记 打约伯记 打开约伯记 约伯记 第十一章 打开来 约伯记 第十一章 约伯记 当你有纸本设计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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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记十一章 打开来了没有 好 十一章 请你看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一起读 来 第十三节一起读 来 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 第十五节 十五节 来 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 你也必兼顾无所惧怕 你的心 十六节 来 你必忘记你的苦楚 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 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 你想起你的苦楚的时候会怎么样 像什么东西 知道什么叫流过去的水吗 啊 一去不回头 而且永远不回头 你的苦楚啊 像流水一样要在你前面流过去 看都看不到了 早也找不到了 Amen 完全找不到了 告诉边上你的苦楚要早都找不到了 告诉他什么苦楚都没有了 跟他讲什么苦楚都没有了 好 再看 第十七节 在第十七节 来 你在世的日子要怎么样 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 人像什么 如果你把心安正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日子要像什么 比正午更明 就是比太阳照得里 中午的太阳还要亮 你的日子要比中午的太阳还要亮 告诉边上你的日子要光明无比 你的日子要充满希望 好了 第十八节继续读来 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 也必视为寻察 坦然安息 你把心安正的时候 你就会有指望 而且怎么样 就必怎么样 稳固 一起说稳固 一起说指望 告诉边上有指望 告诉他非常有指望 告诉他你的工作有指望 你的家庭有指望 你的钱财有指望 你的婚姻有指望 你的儿女有指望 太好了 不但有指望 而且非常的稳固 一起说稳固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你看他我会非常的稳的 谁都推不倒我 好了 然后呢 也必视周寻察 然后坦然安息 会告诉他说 坦然安息 所以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恩典在哪里呢 恩典就在江兴安正 圆头在哪里 就在江兴安正 一个人把兴安正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地祷告 你祷告的时候 就会蒙印云 你里头安正了 祷告之前 心先放正 然后你祷告以后 就会蒙印云 江兴安正以后 就怎么样呢 在风浪中 你都可以很坚固 你会非常的坚固 你会无所惧怕 你把心安正了以后 就可以忘记所有的苦楚 苦楚像流水一样的过去 我真喜欢的 我真喜欢这句话 你的苦楚要像流水一样的过去 等一下我就多分享一点 然后呢 江兴安正以后就怎么样呢 你就可以翻转你的黑暗充满光明 江兴安正以后 你就可以有子王 江兴安正以后 你就可以得安息 弟兄姐妹 江兴安正 心向什么呢 心里头有一个罗盘 心里头有一个直北针 你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都要把你的直北针 给它调整一下 就如同这个船行在海上 一定要靠直北针 船 当然现在是有GPS了 现在是靠GPS了 以前都靠直北针 然后靠心向 靠心向 这些东西决定 这个船的方向 所以船长 这些的大副 站在上面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去看 好好的看心向 好好的看罗盘 好好的定准自己的方向 把这方向定准了 船才不会走错路 方向定准了 船才不会出交 方向定准了 船才不会迷路 弟兄姐妹 你的人生也是一样 告诉边上 心里的直北针要定准 一个人 在祷告的时候 你心里的直北针 一定要定准 将心安正之后 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地祷告 祷告的时候 一定要将心安正 一起说将心安正 祷告的时候 你的动机 必须是对的 祷告的时候 动机不可以是不对的 一定要是对的 一定要是对的 所以常常有人就跟我讲 有一些年轻的 现在我比较少看到 偶尔也还是会看到 就他说 上帝如果让我发财了 然后我就怎么样奉献 我说弟兄姐妹 你先奉献吧 不要等发财 懂我的意思吧 因为这个东西 动机显然都是有问题的 在那个地方 一听就知道 而且我这么说 几乎这样的祷告 99.999都没成过 听懂我说的 上帝这样发财了 然后我就奉献 这动机不对 这个动机不对 这个动机不对 这个是不是上帝喜悦的 我讲一个 我老岳造的故事没关系 他已经到天上去了 你都要老岳父 原谅我 原谅我 爸爸原谅我 他 这个 经常会去买乐透 我不是说买乐透不对 我没有意思说买乐透都犯法 人会没有什么意思 很有意思 他每次买了乐透以后 就说 上帝帮助我 中第一特奖 然后就写一张单子 这张单子里头 给谁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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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写在那个地方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 他把他用把火烧掉 听得懂听不懂啊 这个就是一般民间信仰的 他就把他用把火烧掉 我每次看到他这么做的时候 我都是有一点好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知道 我不知道要祝福他发财 还是祝福他不要发财 但我知道他从来没有中过 他从来没有中过 你要记住你所有祷告的这些的东西 心要把它摆正 动机要对 一起说动机要对 不但动机要对 而且里头没有隐藏的黑暗 一起说没有隐藏的黑暗 在你祷告的时候 你里头隐藏的什么弯曲的 不对的 见不得人的事情的时候 你都要把这些东西除掉 这个叫做将心安正 心安正的时候 你祷告在上帝里面 就可以坦然无惧大声祷告 像我帮助一些 在法律上面有问题的一些 的弟兄姐妹 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说 律师说要给多少钱 他说牧师我该给不该给 总是会碰到这种事 他说律师说要给多少钱 我就说弟兄 我说给了钱以后有一个麻烦 我说你要给 我不能够说你不要给 但是我要说 你给了以后有个麻烦 他说什么麻烦 我说你给了以后 你就不能够大声祷告 懂我的意思吗 我说你给了以后 你怎么大声祷告 你怎么样跟上帝讲 你是公义的上帝 你怎么样跟上帝讲 我是没有错的 你怎么样跟上帝讲 我是全然依靠你的 我说最好你一毛钱都不要给 然后你就向上帝祷告 非常坦然 弟兄姐妹记住一件事情 祷告上帝要坦然的话 里头要把它弄干净 一起说里头要把它弄干净 约伯基第十一章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约伯基第十一章第十五节一起读 那时你必扬起脸来 毫无斑点 你也必兼顾无所惧怕 弟兄姐妹在风浪中间的时候 你要把心安正 然后你就可以兼顾 在风浪中间把心安正 你就无所惧怕 将心安正的时候 大风大浪来的时候 你这个紫北真对准着上帝 你这个紫北真对准着上帝的应许 对准着上帝的笑脸 对准着上帝的同在 你的心就安了 在风浪的中间 你把这个紫北真一对就安了 比方面对耶利哥 面对耶利哥的时候 十个探子 他的心对着什么呢 他的心对着是高大的城墙 一看着高大的城墙 他就哎呀 没有希望啊 我怎么样能够攻得上这个城墙呢 他的心对着什么 高大的亚玛利人 那些耶利哥城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个子高高大大的 个子高高大大的 都是巨人 亚玛利人的意思就是巨人的意思 都是巨人 我一定打不赢他的 我一定打不赢他的 所以呢 面对这些的时候 你注意 他的心安的不振 他的紫北真的方向是错的 他的紫北真方向错的 于是了双膝就发抖 于是了整个人就软弱无力 整个人就软弱无力 但是当时另外两个人 一个叫约书亚 一个叫加勒 这两个人他的心呢就不一样 他一样看着耶利哥城 但他心呢 心不是对着耶利哥城 他的心对着上帝 当他的心对着上帝的时候 他们就说什么 这是我的食物 Amen 记住一件事情 你的心一定要对准上帝 在你有难处的时候 你一定要对准上帝 先知以利沙 以利沙面对亚兰国的部队 把他团团围住了 把那个城围住了 目的就是要来抓以利沙的 目的就是要来抓以利沙的 结果他的学生起来 一看到 看到外边都是亚兰国的部队 回来了反应就说 完了完了完了 死了死了死了 没有希望了 没有希望了 这个是学生的反应 很正常 很正常 一般人大概都是这种反应 大概都说没有希望了 大概说到此为止了 但是以利沙的眼睛不一样 以利沙的心不一样 以利沙的心不是对着这一些 这么多的亚兰国的部队 他的心对着上帝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与我们同在 比与他们同在 就多 你看这个心对的不一样 那个心的焦点不一样 于是他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 他的反应就不一样 他的这个什么 他的里头的这些的 这些的态度就不一样 比方同样面对哥利亚 面对哥利亚这一个人 扫罗面对哥利亚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人是个巨人 格子好高好大 这个人很粗很壮 这个人手上拿着盾 这个前面一个人帮他拿盾牌 你就知道那个盾牌都要很大 要有一个专人帮他拿着 像是一个什么东西一样 站在前面保护他 所以扫罗看到哥利亚的时候 他的心对着是哥利亚 于是里头充满着害怕 充满着恐惧 同样面对哥利亚 大卫的心不一样 大卫的心在这时候 对着是什么呢 大卫的心对准 曾经帮助他的上帝 他的心对准 曾经帮助他打败 狮子打败熊的上帝 于是他里头就说 哥利亚算什么 狮子都算不掉什么 狮子都是可以被打败的 一起说狮子都是可以被打败的 熊是可以被打败的 狮子可以被打败的 所以哥利亚一定可以被打败 所以你看见 同样面对哥利亚 但是两个人的心不一样 两个人的心不一样 于是他的反应就统统不一样了 奉着律祝福礼 当有艰难来的时候 一定要调整你的心对着上帝 告诉边上的心要对准上帝 你要对准上帝什么 你要对准上帝的应许 要对准上帝的同在 对准上帝的爱 对准上帝是不是还在我的边上 你知道约伯 他就是一个很会将心对准上帝的人 约伯 你知道当他的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儿子死了 流洋没了 身上长得都是疮 然后身上不止疮 他连他的骨头都在那边难过 里外都是病 然后他的妻子也在边上嘲笑他 朋友也到边上来羞辱他 面对这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你看见没有 这个心对着准 这个心不是对着我的朋友说话 侮辱我 他的心不是对着我的流洋没了 他的心不是对着我的儿女死光了 他的心不是对着我身上都烂光了 他心没有对着这个 他的心看到的是什么 虽然这样虽然这样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他知道说我一定会看得到他 一起说我的救赎主活着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听众姐妹 我的救赎主活着 所以我的难处一定可以被解决 我的救赎主活着 所以我的明天一定比今天更有盼望 我的救赎主活着 所以我的重担 我就通通交给他了 你看这个就是把心里头的那一个焦点 你要对准 紫美真一定要对准 告诉别人上 心里的紫美真要对准 好了 十一章第十六节 我们刚刚读了 他说我们一起再读来 你必忘记你的苦楚 就是想起来也如什么 哇 太好了 想起他来都像什么 将心安正以后 你就可以忘记所有的苦楚 将心安正以后 你就可以胜过所有的苦楚 你可以忘记 在苦难中将心安正 可以忘记苦楚 想到他们都像流过去的水一样 你知道中国有两个字很好 这个字叫做痛快 一起说痛快 你知道这两个字有意思 痛苦在前面 快乐在后头 所以加起来叫痛快 那个快乐不是单单的快乐 是又痛又快乐 告诉别人说要痛快 你知道 当你痛的时候 痛快是怎么来 你知道吗 痛的时候 你一定要忍得住 一起说要忍得住 忍得住 忍过去以后 痛快就会来 忍不过去 痛快就不会来 记住 那个痛都是很短的时间 想到那个快乐 你就可以让他过去了 然后痛的时候不可以放弃 一起说痛的时候不可以放弃 你不但要忍得住 而且你绝对不要放手 你不要放弃你的希望 不要放弃你的信仰 不要放弃你的未来 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在痛的时候 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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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退后不退后不退后 就是不退后 不退后不退后 就是不退后 痛的时候要蠢着叛望 痛的时候 看着你的梦想往前面走 痛的时候一直看着我的梦想 活在我的梦想 活在我的未来里头 那个痛才可以过得去 要不然那个痛是过不去的 要不然那个痛是过不去的 痛的时候 要仰望族的笑脸 一起说仰望族的笑脸 所以诗篇42篇 43篇不是说吧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本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怎么样 转眼怎么样 你知道他心为什么忧愁 那个诗人 他是一个祭师 国家亡了 圣殿没了 所以呢 他漂流在外 受到最被掳在外 这样的情况 他的心怎么会不忧愁 他说不不不 他说我的心啊 你要转眼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Amen 你看这个心很重要 这要对准的方向很重要 你要不要一直对准着 让你痛苦的事 不要一直对准着你的损失 不要一直对准着你的羞辱 不要一直对准着你的难过 不要一直对准着你的心 要转过来转过来 你要对准着上帝 你要发现 上帝在那边笑笑说 孩子啊 我在这里 孩子啊 加油一下 上帝在那里说 马上就过去了 上帝在那里说 把你包都说 没有关系 爸爸在这里 我永远记得 关伟啊 你现在看得这么大 他以前也很小过的 他大概三岁四岁的时候 跟他哥哥两个玩 哥哥个子比较大 哥哥到现在个子都算是我们家特别高的 我都怀疑我从医院报回来的时候报错了 他个子非常高 光臣的个子有没有185 大概有 个子蛮高的 所以 光伟虽然比我高 但比哥哥矮吧 所以小的时候就是这样 两个人在家里就玩 玩的时候小孩子喜欢追追打打 所以呢哥哥就拿枕头啊 他们打来打去啊 就一打这个弟弟的头啊 就撞到了门的那个木框边上尖尖的地方 你知道当时我们在楼下 因为我们租的是那个 不是 我们教会当时买的是两层半的嘛 我们住楼上楼下就是主日崇拜的地方 结果啊 我这楼下就听到光伟在房间里头大哭啊 我想怎么的就跑上来看 他躺在那里 把他包起来 枕头上全部都是血 原来这里泼了 我就赶紧把他包包包包包包 到更新医院区 包到更新医院区的时候 那放到急诊室里头 那个医生呢 就就把他放到急诊台上去给他缝 那时候我才发现 那个缝都不打针的 不打针的 所以你看缝对缝 肉的那个针跟鱼钩一样的 跟鱼钩一样 然后一拉了 把那个线就拉出来 再一勾一拉 所以那这个小孩 三五岁啊 躺在那个地方 痛的浑身发抖 半身都是汗 趴在那里 拼拼喊着说 爸爸救命啊 我告诉你 我在边上 一边流着泪 一边包着他说 我说乖宝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我到现在记得 他浑身发抖 缝完了以后 浑身发抖 抱着我的脖子说 爸爸我们赶紧走 赶紧走 你知道 你知道 在他很痛的时候 他喊的是谁 你很痛的时候 喊的是谁 我要告诉你 不要喊我了 喊我干嘛 喊我干什么 很多的时候 我们一起喊 天父爸爸 你的眼睛看着他 看着他 你会发现 他也一样在边上 把你包着 一边跟你讲 不要害怕 再忍耐一下 再忍耐一下 事情马上就过去了 你要看着主的笑脸 痛的时候 大声的呼求 呼求你的上 你不要小声 传统教会都是很小声的 我没有说不对 但是我一定告诉你 大声一点可以吧 可以 你看你害怕的时候 会不会叫 啊 会不会叫 告诉我 你从那个坐那个什么 云霄飞车的时候 会不会喊啊 云霄飞车在那里 飞的时候 你会不会叫 啊 会不会叫 告诉我会不会 有好处你知道吗 叫一下 比较不害怕 会不会 叫一下 压力会出去 会不会 那你就在上帝面前叫嘛 你可以叫很多下 你怕被人听到 关着房子 在卧房里头 叫啊 你怕被人听到 抱着枕头叫啊 大声的叫啊 大声的喊 爸爸我在这里 可以不可以 你可以大声喊 爸爸不公平 可以不可以 你看 约伯纪上面 约伯纪上面 第十九章 那里说什么 他提到说 他说 他拨去了我的荣耀 他摘去了我的冠冕 下面接着说 到第二十三节 二十四节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他说要用铁笔 君客 要用铁灌在盘石上 要记得我说的话 这是在说什么 他太痛苦了 他太委屈了 痛苦到一个地步说 铁笔给我写下来 盘石上面 用铁笔给他灌进去 住下来 永远留在那个地方 我的不公平 我的委屈 我的伤痛 我的难过 你也可以说 上帝啊 铁笔记下来 这样的委屈 铁灌下去 这样的误会 这样的冤屈 这样的不公平 你说上帝没有写 有啊 整本约伯记留下来 告诉有没有写 整本约伯记留了下来 我要告诉你 大声的呼求 在你很痛的时候 记得大声的呼求 刚刚我讲 中文痛快 痛苦之后就是快乐 这种快乐是非常的快乐 过了之后的 就会有痛快 等着我们 Amen 过了这哭以后 就有痛快 告诉别人 过了苦就有痛快 而且我告诉你 过了以后 你回头想 那一段的苦啊 都会变成你 很精彩的故事 变成你的荣耀 你喜欢在那里讲 你马上就忘记它 如同妈妈生孩子的时候 痛不痛 很奇怪 一生完了 奇怪 立刻不痛 一生完了 立刻不痛 那个痛好像 马上就忘记了 你看 孩子生出来 就因为生他 所以害你这么痛 你们气得 要不要揍他 这个家伙 让我这么痛 有没有 没有吧 没有吧 哎呀 你很快乐地抱着 你看到没有 这个痛快之后 产生的结果 就抱在怀里头 是不是 那爬山 累啊 到最后的时候 真是啊 痛得跟什么一样 气喘得跟什么一样 沿路骂人 谁发的 谁谁谁谁谁 给我们这个主意 来爬这座山的 但是爬完以后呢 乖乖回来就讲 不知道多久 哎呀 爬山的时候 怎么样 爬山的时候 怎么样 爬山 你看不看 那个痛苦 已经过去像流水了 是不是 你看那个 陆战队的队员 哇 经过那个训练的时候 苦不苦啊 哭啊 痛啊 他说这个班长 真是不是人啊 禽兽 耶兽 但是所有的陆战队的训练之后呢 好光荣啊 经常讲 我地狱舟的时候怎么过的 经常讲 特战训练的时候怎么过的 经常讲 经常讲 我怎么样在海里头 在海里头漂流的时候怎么过的 经常讲 我怎么去划那个独木舟的 经常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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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那个痛苦已经像流水一样过去 凤准你祝福你 所有的痛苦像流水一样过去 当你再想到他的时候都是快乐 当你再想到他的时候都是你的恩典与祝福 当你再想到他的时候都是可以帮助许多人的故事 如同约伯 如同约伯 到了约伯纪最后一章 上帝把流氧统统还给他 而且加倍地还给他 上帝把儿女让他重新生了很多漂亮可爱健康的儿女 告诉我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的约伯 那个痛苦是不是像流水过去 耶兽 告诉边上 痛苦都要像流水一样过去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祝福 一定会在后头的 第十七节 这里我们一起读来 你在世的日子要比什么 正午更明 虽有黑暗人像 当一个人在黑暗中间的时候 把心调整 怎么样黑暗会改变 把心调整 他就立刻改变 心里如果不安正 你就很难远离黑暗 一安正以后就远离黑暗 而且充满光明 一安正以后 就立刻远离黑暗 充满光明 你要记住 如果我们四周都黑暗的时候 内心一定要光明 一起说四周黑暗 内心一定要光明 你要用光明去面对 所有的黑暗 用一个光明的心 去面对所有外边那一切的黑暗 你要记着 当心里头有光明的时候 你就没有诡诈 心里头有光明的时候 你就没有嫉妒 心里头有光明的时候 你就没有算计 你就没有弯曲 你就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中国人说 不做亏心事 半夜都不怕 鬼来敲门 你就是行得很正 里头在光明的里头 你要用正直 去面对别人的弯曲 这个很重要 别人用弯曲带你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回应他呢 就是用正直去回应他 这个叫光明嘛 对不对 别人用弯曲带你 你要用正直去回应他 你要用宽广去面对别人的自私 别人的很多的自私啊 别人的很多的狭窄啊 你要用宽广 不在乎他 你要用宽广 你要是吧 让你拿去吧 你从亚伯拉罕面对罗德 罗德要把最肥美的拿去 拿去吧 拿去吧 所以到了以撒的时候 跟他爸爸一样宽广 以撒在那边挖水井 挖了一个水井了 这个米甸人就把他抢去 再挖一口水井 米甸人又把他抢去 于是 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以撒就到后面 再去挖一口水井 他又把他抢去 到最后挖了一口水井 是什么呢 叫做利和伯 一起说利和伯 什么叫利和伯呢 就是上帝使我宽广 就没人跟我争了 放手里祝福你 你要宽广到一个地步 没有人可以跟你争 利和伯就来了 他就一直退 一直退一直退 你看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用 用一个光明 用一个正面 把一个正面的 去面对 所有一切的负面 用饶恕 去面对别人的伤害 每个人都有被人伤害过 有没有 有没有被人伤害过 有没有 对不起 你有没有伤害别人 所以没有一个人 不伤害人 也没有一个人 不被伤害 就如同我说 没有一个人 没有背后无人说 也没有一个人 背后不说人 对不对 没有一个人 背后没有人说 他没有这回事 而且你越在高位 越有人说 你相信不相信 你越成功 越有人说 你相信不相信 你越发达 越有人说 你相信不相信 相信不相信吧 所以记住 越是在发达的时候 记住 越低调 别让人家知道 你发达了 好不好 OK 你发达了 别让人家知道 这个对你好很多了 好很多了 每个人都有 这些的事情发生 所以记住 你要用什么呢 你要用饶恕 去面对所有 曾经伤害你的人 很多中国人 特别喜欢讲 我做鬼都不饶你 这是很凶的话 做鬼都不饶你 这种就把 愤怒带到阴间里头去 愤怒带到阴间里 不饶恕的一个结果 是伤害自己 从来不伤害别人 听得懂听不懂我说的 不饶恕是你不舒服吧 不饶恕你睡不着觉 他睡得很好 不饶恕你吃不下饭 他吃得很好 不饶恕你看到他就很生气 他看到像没事一样 哎呀 不饶恕的时候 你看到他发达了 你看到他蒙福了 你气得跟什么一样 但是他还是继续发达的 继续蒙福 你的不饶恕 一点都不会伤害他 你不饶恕只伤害你自己 一起说不饶恕伤害自己 不饶恕伤害自己 就放用 用饶恕去面对 所有伤害你的人 用退让去面对 别人的增进 我刚才说亚伯拉罕 就一直退 以撒一直退 用体恤去面对 别人的无知 别人会有很多的无知 用体恤去面对他 用不计较去面对 所有的不公平 人世间一定有很多的不公平 一定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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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上帝最后有公平了 人世间不要那样公平了 过得去就好了啦 别人用委屈来带我 过得去就好 过得去就好 不要去计较 一起说不要计较 不计较会很快乐的 好 不计较会很快乐的 有很多人就计较 为什么 公司里头的评分 他是假等 我是乙等 不要计较了 不要计较了 你都没看到 背后有多坏 不要计较了 不要计较了 无所谓啦 给他假等就假等啦 有一天他如果真的 继续做坏下 都会显明出来的 上帝会知道 这一切的事情的 所以告诉别人 不要计较 所以呢 下个月发红包的时候 不要计较 这个月这个月 这个月发红包的时候 不要计较 别人给你多少 老板给你多少 哈利路亚 通通是extra的 可以吗 如果老板给你一万块 你好高兴 结果发现 隔壁一个拿了一万两千块 你马上所有高兴都没有了 是不是 所以不要计较了 真的不要计较了 没有关系的了 没关系的 第十八节 你也有指望 必稳固 也必怎么样 四为学心察 然后呢 坦然安睡 将心安正之后 就会有指望 将心安正以后 就会坦然安息 在风暴中间将心安正 就不要着急 不要害怕 不要慌了手脚 不要惊慌失措 要像婴孩 要像婴孩 在母亲的怀中睡着了 这个叫做安息 你解决不了 就放下来 把心安正 相信 我的爸爸比这些事情都大 我的爸爸有恩典 我的爸爸有祝福 他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看到耶稣在风浪中可以睡觉 彼得在风浪中可以睡觉 因为他的心是正的 彼得在牢里头可以睡觉 因为他的心是正的 彼得原来在风浪中不能睡觉 因为他的心里头看着风浪 他就不正了 外面摇摇晃晃 他就不正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有的事情 你要去解决它 都要从心里头开始 一起说从心里开始 先将我们的心安正 面对权势的时候 心要安正 面对钞票的时候 心要安正 面对美女的时候 心要安正 不该看的就不要看 不属于你的就不属于你 杨琴知道吗 不要太贪了 这个叫做面对权势的时候 你要知道 面对权势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个是什么 对不起 威武不能屈 这个叫做面对权势 你把他心要安正 而且不要阿谀奉承 面对权势 记住 面对权势不要阿谀奉承 不要吹牛拍马 不要缝银砖 什么 不要去砖 面对权势的时候 记得 面对权势的时候 记得 要无欲则刚 面对权势的时候 记得 如果上帝把我 放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个叫做责任 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面 不是给你权柄 是给你责任 Amen 你在这个位置上 都要做什么 你在这个位置上面 是要帮助其他的人 要帮助其他的人 不是让你自己 你继续的升官发财 这个叫做把心安正 而且随时想 你要拿我的帽子走 随便你 我只是来做事的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上 给我这个位置 我就做事 要这个帽子 对我来说 没什么重要 它根本就是 不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起说 一点都不重要 一定要这样子 非常坦然在上 这个叫做把心安正 你知道吗 这叫做把心安正 你不去贪恋权势 你也不会在权势面前 卑躬屈膝 你要不卑不抗 这个都要把心安正 面对钞票也是一样 钞票好不好 告诉我好还是不好 如果你心对 钞票都好 如果心不对 钞票都不好 对不对 钞票好坏 都在于你心对不对 面对钞票的时候 记住君子爱财 君子爱财 都要想拿它合理不合理 不但你要认为合理 是别人知道 你拿它合理不合理 不要说我都合法 我都合法 但是别人知道它 别人舒服不舒服 通通都重要 通通都重要 你要知道 所以你要面对钞票的时候 要知道怎么面对 钞票太多的时候 不是太多 钞票比较多的时候 也要知道 怎么去面对 Amen 你不要自己 全部都吃干麻酱 能够分一点给别人 不是很好吗 可不可以分一点给别人 可以吧 所以说 只为龙者 减三分与人长 路径窄处 留一分与人行 留一步与人行 至于是这样子 就把心安正了 把心安正了就好 把心安正了就好 面对钞票的时候 祝福你 有很多很多的钞票 但我先祝福你 心要正好吧 心里头是很简单的 所有的东西 能够分给人就分给人 上帝给你一个大红包 今年祝福你 一定会拿一个 比去年多50%的大红包 我就是这么祝福 你就凭信心接受 OK 你就凭信心接受 只是只是 给了你以后 还是吃一碗燕麦粥 然后再吃一点豆腐乳 再加一点花生米 耶 然后其他的干嘛 其他的能够帮助人 多帮助人一下嘛 Amen 我真的是说 能帮助人 多帮助人一下嘛 当然了 当然了 你说我留点钱 自己花一花 不犯罪了 你是合理得到的 这怎么叫犯罪呢 但是你多给别人一点 更蒙福嘛 面对美女就不要说了 心要安正 男生一起跟我说 心要安正 耶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 这个 落水三千 你只可以取一瓢饮 记住啊 落水三千 只有一瓢饮 你不要吃在碗里 看在碗外 不要想别的 男生同意吗 同意 不错 男生有回答 但还有很多男生 没回答的 还有很多男生 没有回答的 记住 面对异性的时候 干干净净 规规矩矩 不要想去打野味 可以吗 野花野草 别沾别碰 别沾别碰 欢欢喜喜跟随上帝 很重要 至于心正 路就对了 路走不对 是因为心不正 像我们这座牧师的 那牧师要走什么路呢 牧师要走呼召的路 牧师要走祭坛的路 牧师要走的路 是跟着祭坛走 上帝把祭坛放在哪里 你就到哪里去 但是我告诉你 牧师虽然说是奉献给上帝的人 但是有太多的牧师 不是跟着祭坛走 太多的牧师是跟着机会走 这如同四诗纪第十七章 上面所提到的 那个少年人 记得吗 人家会说 谁带你到这里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在这里得什么 他在弥加的家里头 记得吗 他说就是因为弥加说 一年给他十两银子 一年给他一套衣服 每天给他饭吃 然后有房子住 又有宿舍住 所以他就留下来了 所以弹竹的人就说 那这样好了 你要做一家的祭司 还是做一族的祭司 你只做弥加家 太小了 给你一个大官 做我弹竹的祭司 好不好 他就发现乖乖 这个机会来了 只要一下官马上跳好几集 本来是 这是什么 公务员里头 九品芝麻官 本来是九品官 现在一下子 可以升到三品大员 乖乖 哇 马上就跟着去了 所以你知道 以色列人 弹支派后来变成 拜偶像的中心 弹支派是变成 以色列第一个 王调的支派 你说古代有 现在有没有 怎么没有 你说的不是我了 你说的有不是我吧 对不对 我就看到很多的基督徒 像是那个什么 九五的时候 遇到困难 很多的基督徒就说 杀地呼召我们 要往大陆宣教 然后他就跑到哪里去了 他就跑到美国去 我说奇怪 往大陆宣教 为什么往美国去了 你往大陆宣教 不是一旦留着台湾 这比较近吧 只有160公里吧 对不对 这个这个坐船就过去了 随便就可以过去了 然后就是要往大陆宣教 所以到菲律宾去 我也听不懂 往大陆宣教 为什么要去菲律宾 我听都听不懂 你要往大陆宣教 应该越来越靠近嘛 对不对 如果要往大陆宣教 你不是应当 干脆什么工作都放下 全部到大陆就好了嘛 你不就往大陆宣教嘛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你一听他的话就知道 心不正 同意不同意 心不正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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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同学 他们跑到 对不起啊 很多朋友 这个 每一次都打过说 上帝引领我到什么什么地方 我都在想 一听都觉得 不太对 不太对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祭坛 只有机会 那个地方没有祭坛 只有机会 一听就知道 你也是一样 传道人的心要正 路才会对 你的心也要正 路才会对 你说我可不可以找机会 可以可以可以 找机会 基本上没有错 我不能够说错 我不能够说错 但是记住 心要正 心正了 路就会对 然后呢 心正了 人就对 人为什么不对 因为心不对 心不对 人就不对 你要记住 心不对 人就不对 然后心对了以后呢 事就对了 是不是 你看 这个 罗伯安 这个 所罗伯安的儿子 罗伯安 罗伯安继位为王了以后 老百姓就来找他 老百姓找他 就跟他讲 你爸爸盖了太多房子 你爸爸盖了太多的高速公路 你爸爸带 做了太多的军事的装备 你爸爸修了太多的这些的城池 城市的城墙 所以的税收太重了 能不能够减轻一点 税负 结果呢 罗伯安说 隔三天来见我 回去就想一想 想想 怪怪 我能够答应他吗 如果答应他以后 别人都来怎么办呢 我如果答应他 这些人显然在挑战我的权柄 我怎么可以答应他呢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你不可以挑战我的权柄 我比你大 我比你高 所以就把他们找 重新找来说 我告诉你们 我的小母子 比我爸爸的腰还要出 怪怪 他得了大象征跟你说 小母子比我爸爸的腰还要出 然后说 我爸爸用鞭子打你们 我用蝎子鞭打你们 看到没有 心不对 人就不对 结果是什么 以色列人一半的人离开他 不但一半 十二个支派里头 十个支派离开他 只有两个支派在他的边上 你看心不对 求上帝帮助我们 心对了 事就对 心对了 人就对了 人就对了 你的动机 你的什么 通通都要对 然后心正了 问题就解决了 你要解决你的问题 对不对 先把心里头弄干净 先把心里头弄安定 先把心里头弄简单 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心正了 风暴就过去了 在风暴中间 怎么样让风暴会止息 心正了 他就止息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徒 属灵的事都从这里开始 属灵的事不在外边 不在舞台上 不在你做什么事情 不 在乎你的这里头 这里头是不是谦卑的 这里头是不是干净的 这里头是不是正直的 这里头是不是简单的 这里头是不是光明的 都在这里头 亚伯拉罕 面对打了肾脏回来 然后来到了所多玛王面前 就告诉他说 所有你的我一样都不拿 亚伯拉罕可以说 这些是我打赢的 得回来的 流洋是我的 普贝是我的 那亚伯拉罕说 不不不 你要我通通给你 通通还给你 我一样都不要 你看他面对钞票的时候 这个叫富贵不能赢 你知道吗 面对钞票的时候 他富贵不能赢 你看罗德 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 面对所多玛 那个罪恶的城市 他知道这是罪恶的城市 但是呢 他就设计中 描述他 是慢慢的挪移帐篷 很有意思 什么叫慢慢的挪移帐篷 是一次直达车就到了吗 是不是 一次高速路就到了吗 不是 慢慢挪移帐篷代表什么 今天一尺 明天两尺 后天再一寸 然后大后天再跑到个山步 为什么罗德是慢慢挪移帐篷 为什么 为什么 他的心里头 有没有一点提醒 有没有一点不安 有没有 心里头有没有告诉他说 好像不对 但是呢 哇 那么繁华 哇 还有夜走会 哎呀 还有钢管舞 哎呀 哎呀 还有什么 哎呀 告诉我是不是 今天说服自己一点 明天再说服自己一点 我只是靠近 我又没有住过去 我只是在边上看一看 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我要告诉你 心错了 路就错了 心错了 人就错了 把你的心安正 奉着明祝福你 特别当狂风大浪的时候 记住一件事情 不是去想怎么解决外头的事 先想 我的心 里头有没有害怕 里头有没有弯曲 里头有没有不对的东西 统统校正好了 你会发现 外边不见了 你会发现 外边没事了 西里王 听到有一个小孩 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 你知道吗 他发现我后宫里头 所有的飞兵 没有一个生孩子 结果现在居然有个小孩 生出来 要做犹太人的王 不生在我家里头的 你注意 他的心就立刻开始恐慌 不安 就想把这小孩给他干掉 结果就带来 整个耶路撒冷城 全城的人都不安 然后就带来 整个伯利恒城里头 全城的小孩被杀掉 你看 心不对 心不对 弟兄姐妹 风筝祝福你 心内教会弟兄姐妹 知道怎么样 调整心理的光景 永远要把心 给他安正 哈利路亚 现在想想看 面对你的家人的时候 把心安正 面对你的工作 把心安正 面对你竞争的对手 把心安正 面对你要做的计划 把心安正 没有任何的侥幸 没有任何的弯曲 坦坦白白 振振直直 光明正大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唱诗歌 师好 保 tapi 他们建 Products 全世界 有点 再次 冒险 平时 不能 产表 拜 林 神 吉万 产 祝福 法 本 beers Sexual 稍 热 游 end 第一节再来一次 熊梦泼泼水滚滚 暴雨祈祷我灵魂 虽然狂风吹得紧 我在处理的安稳 因我有一件不报 又永远远可以靠 我的包已经跑了 不怕狂吐梦吹来 我的船虽然狠笑 让主啊我不失败 因我梦可靠 我梦可靠 我的包已经奉劳 不怕狂吐梦吹来 我的船虽然狠笑 好主啊我不失败 因我梦可靠 我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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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祷告 今天先把你的心安正 在男女的世上 把你的心安正 在钞票上 把你的心安正 在你的家庭关系中 把你的心安正 面对你的委屈 把你的心安正 面对你的害怕 把你的心安正 我数到三 一起祷告 一二三 哈利路亚 耶稣我们谢谢 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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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要谢谢主 谢谢主 让我们在那边 把心安正了 就品贱不能移 不能去 上帝要富贵 不能归赢 赞美耶稣 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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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耶稣我们赞美你 耶稣我们敬拜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上帝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把心安正 所有我们的痛苦 有点我们想起它来 都如流水一样的过去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心安正 我们的日子 就要比正午还要亮 Amen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心安正 上帝我们就稳固牢靠 Amen 上帝要我们 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让我们把心安正 我们就经历 反败为圣的恩典 Amen 谢谢主 赞美主 极大的恩典 极大的祝福 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 Amen 上帝啊 我弟兄姐妹 如果有黑暗 在黑暗中间的 上帝让他们里头有光 外边就会有光 Amen 让他们里头有光 外头的黑暗都要不见了 Amen 上帝我弟兄姐妹 里头有恐惧的 让他们把心安正 Amen 平安进来 勇气进来 希望进来 Amen 害怕就要离开他们 Amen 害怕要离开他们 Amen 上帝我谢谢你 上帝我赞美你 天女仆人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Amen